他用了十余年的时间,为视障人士讲解电影三百多场,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演讲稿,被称为全国最美志愿者,人民日报也赞扬他,称他为黑暗中的光明使者。 在社区里,他热情主动地帮助残障人士,但事实上,他自己也是左腿被高位截肢的残疾人。 他究竟是谁?又做了哪些令人称赞的事呢? 本期《紫牙童趣人物记》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位光明使者杜成成。 2006年,杜成成被诊断为神经纤维磷,他的膝盖不能弯曲,只能长期躺在床上,自暴自弃。 但看着家人朋友为自己担忧难过的样子,杜成成决定不能再继续这么颓废下去了。 正好这时候,朋友告诉他,武汉市正在招聘残疾人社区工作者, 这让杜成成的内心充满了期待和希望。 他知道,这是一个能够让他发挥自己能力,同时也能帮助更多残疾人的机会。 报考的过程并不容易,但杜成成并没有因此而退缩。 他认真准备,积极应对,最终顺利通过了招考。 当得知自己被录取为青山区蒋家敦社区的残疾人协理员时, 他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。 他说,但哪怕是让我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, 这就证明着我还有价值。 但这份喜悦还没能延续太久, 虽然他一直积极治疗,对抗病魔, 但在2009年,他的病情急速恶化, 已经到了要截肢的地步了。 为了保住生命,他强忍悲痛, 将左腿髋关节以下全部截肢, 这意味着他的余生只能依靠双拐和轮椅了。 2010年,武汉市为了给盲人朋友更好的休闲娱乐生活, 特地在每个社区建立盲人电影院, 并且招聘大量志愿讲解员给盲人讲解电影。 杜成成知道后,赶紧报名了青山区的志愿者队伍。 讲电影并不是一件容易事, 这需要讲述者对电影有着深入的理解。 对于大多数正常的观众来说, 在看电影时,会通过视觉捕捉画面, 然后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理解。 然而,对于盲人观众来说, 他们无法通过视觉来感知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和场景, 因此,他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理解和感受电影。 这就需要讲解员将看见的转化为听见的, 以此来弥补他们在想象上的空缺。 一部电影的时长通常不会超过两个多小时, 但为了给盲人朋友讲述电影, 他至少需要反复观看二十多遍。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, 但杜澄澄却一直坚持着。 首先,他要仔细挑选适合的电影, 一般是选择一些温馨又有些励志的影片, 要花时间了解他们的主题、情节和角色。 然后,他会闭上眼睛, 自己先听一遍电影。 这样做的目的是, 为了发现一些可能对盲人朋友来说难以理解的地方。 他会将这些不懂的地方记录下来, 以便后续地处理。 接下来,杜澄澄会反复观看影片, 以确保自己对电影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。 他会注意电影中的对话、动作和场景, 以及角色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变化。 通过多次观看, 他能够更好地把握电影的节奏和氛围, 从而更好地向盲人朋友传达故事的情感和内涵。 最后,当杜澄澄准备开始写解说词时, 他会再次闭上眼睛, 将电影听一遍。 这样做, 是为了检查是否遗漏了任何重要的细节。 他会回顾整个电影的情节, 确保自己的解说词, 能够完整地呈现电影的故事和情感。 对于杜澄澄来说, 电影讲解不仅仅是一项工作, 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。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 让盲人朋友也能够享受到电影带来的快乐和感动。 他讲解的第一部电影是《山楂树之恋》, 杜澄澄记得很清楚, 因为是他第一次讲电影, 特别地紧张, 连声音都是颤抖的。 当他讲完, 看着台下盲人观众满意的笑容, 他突然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 杜澄澄让自己的声音变成了盲人能看得见的光, 帮盲人朋友看懂电影, 这让杜澄澄觉得重新实现了自己价值。 从那以后, 给盲人讲解电影就成为了他最主要的工作。 在写讲解词的时候, 常常是一分钟的场景需要一个小时来写。 杜澄澄需要描述人物的外貌、 性格、动作等细节, 让盲人观众心中有一个清晰的人物形象, 还要通过详细的场景描述来帮助盲人观众理解电影中的环境。 这不仅非常考验文字公敌, 对于杜澄澄来说更是身体上的考验。 因为不能久坐, 没写一会儿, 杜澄澄就要按摩腰腿, 有时候他甚至直接趴在床上写稿子, 一篇讲解稿, 他通常要准备三个月左右。 盲人们经常待在家里, 乃有娱乐活动, 对他们而言, 这是难得休闲放松的机会。 杜澄澄说, 看着他们的笑容, 这就是我前进的动力。 杜澄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 让盲人朋友们不仅从电影里找到欢乐, 还能让他们找到积极面对困难的力量。 杜澄澄很喜欢百度人这本小说, 他说每个人都是别人的百度人, 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百度人。 对于杜澄澄来说, 身为残疾人的他还在坚持帮助盲人朋友看电影, 这怎么不是百度了别人, 也百度了自己呢? 杜澄澄开始走出社区, 为了让更多的盲人都能看电影, 他借助了网络直播, 让百万人听他讲解电影, 让无数盲人的黑暗世界里有了一丝光明。 他也被广大盲人朋友称为光明使者。 2016年, 他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评选为年度全国最美志愿者。 2020年初, 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, 全国人民都种植澄澄的抗议, 但各种谣言甚嚣沉上, 闹得人心惶惶。 杜澄澄身为共产党员, 虽然身体残疾, 但也加入了抗议志愿者的队伍。 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微信群里, 为居民们解答问题, 澄清谣言和科普防疫知识。 杜澄澄发现, 社区里的残疾人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少, 心里也更为脆弱。 因此, 他意识到要及时和他们沟通, 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。 虽然他自己行动不便, 但还是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。 杜澄澄虽然失去了左腿, 但他并没有放弃, 他努力将幸福传递给他人。 无论是给盲人讲电影, 还是参与社区工作, 这些点滴都是杜澄澄努力生活的证明。 他说, 我希望能成为他们黑暗中的一束光。 能够为同样式残疾人的朋友们多做点事, 成为他们的希望, 我感到非常开心。 杜澄澄的故事是新时代中国残疾人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生肚写照。 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,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为盲人讲解电影的队伍中。 而且, 有越来越多的残疾人积极生活, 去实现自己的价值。 看完杜澄澄的故事后,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吗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。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 请关注我, 并为我点赞和转发。 你的支持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最大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。